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鹏说球 今天我们带来日本美女牌手Sashimi小姐 在Hustler娱乐场上的精彩表现 这是一张九人桌,场上带入最多的是一万刀 Sashimi带入最少,只有两千刀 那大家都知道她是要干什么啊 就是找个机会,直接发射 这张桌子上的忙碌级别是小毛十刀 双大盲20刀,抓位40刀 这个忙碌级别是Hustler娱乐场所有的电视节目里面 最低级别的比赛啊 所以说打这个比赛相当于是一个大乱动,纯属娱乐 Sashimi已经可以打那个高额桌了 就是打那个周末局100,200,400 甚至还打过更高额的豪克赛啊 所以说打这个级别对她来讲算是降维了 那两千刀的带入在高额比赛里面很有可能是不够一条街下注尺度的啊 Sashimi上来第一手牌,在庄位拿到了一圈杂色直接出发 卡托弗费选手的六七方片也是非常的实确啊 选择了跟住和Sashimi跑个马 好,Sashimi击中一个顶队 六七的话没有任何的前门想象空间转牌一张十六七终带的 哎呦,合牌再出一张十,这样的话Sashimi拿到了葫芦 一张圈就够了 神来第一手牌Sashimi直接是dub up马良翻倍 Sashimi是之前在咱们中国台湾去留过学啊 所以说他的中文其实还是有一些基础的 留学了两年,然后他会说比较基础的中文 然后开车的都会 这个上来第一手牌赢了直接走了 这个耍个宝啊,不会这样去做的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就是上来马良翻倍以后啊 就要么就直接想走 要么就打半圈就走 要么就是水上锁水了 就打得拒紧 然后就熬时间,熬一个小时 然后借口有事就走了 这种人比较老六啊 嗨,这个位选手拿到了27杂色 德州扑克里最差的棋手牌 直接忙退奥练 Sashimi在大盲位拿到了4-4 选择了靠 Sashimi是马良翻倍以后补马了 这样的话和27跑马胜率高达76% 我们来看翻牌 哎,天花面 但是Sashimi中赛了 哇,所有的方片能够让27实现反超 转牌一张方片 我们来看合牌有没有攻队和四条 哦,合牌一张九 这样的话Sashimi成功收持 合杀了对手 在合牌的话拿到了葫芦 哇,Sashimi这手牌还是比较幸运的 那翻牌中赛 转牌的话 发出方片九的话是落后了 合牌赛给一张九的话 拿到葫芦实现了反超 这手牌就是你追我赶 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Sashimi上来两手牌 都是跑赢了对手啊 还是很幸运的 虽然说确实也都领先 但是这个手牌质量 也都不是特别的优质 一手一圈 一手四四而已啊 肉林在大盲位拿到了勾圈杂色 这里面对加注选择了炕 Sashimi是拿到了A6 哇,又是击中了一个顶队 但A6这手牌是 不在枪我加一位的 起手牌范围之内的啊 这个大家玩的时候 不要去削Sashimi啊 虽然说这手牌 击中了一个顶队 胜率高达91% 但是多人才吃 如果有这个听牌零打 打得比较凶的牌手 这个A6也是很难实现 自己抵持权益的 一家打一家靠 我们来看合牌 合牌草花石 Sashimi选择了过牌 然后对手的7-3啊 也是不再打了 Sashimi成功收持 这个7-3中三 其实在多人才吃里面 不打也是没问题的啊 有摊牌价值 然后这个 当你有摊牌价值的时候 又打不掉顶队啊 其实没必要下注的 当然也会有一种情况 特别幸运 就是边打边中 比如说转牌中一个队子 合牌拿到一个两队 或者是trip名三条啊 那你再去打的话 能要一个非常好的价值 Nadhill在枪口位拿到了圈圈 他是场上打的相对来说 比较紧的牌手 勾期是三百出来 我们来看后卫选手 直接4-8 Sashimi拿到了一圈 可以5-8做隔离 也可以选择跟注 都是没问题的 看Sashimi怎么选 这里选择了冷扣 凹链 到Nadhill的Quins 这一手牌 Nadhill应该是可以直接发射了 至少也是一个跟注 去打翻后 看翻后自己是不是抄队 如果是抄队的话 那遇到AKK就认了 如果不是抄队的话 发出A和K 还是有棋牌率的 这里Nadhill直接推了凹链 到Sashimi 三千六百五十刀 那选择了铐 踩时来到了一万两千零九百刀 翻牌四五六 三张黑桃 那天花天顺面 三位选手是没有任何击中 心情都不是特别美丽 转牌一张高 和牌一张八有七吗 没有七 Nadhill的Quins 超队 稳到了最后 成功收持 Sashimi这一手牌 损失惨重 这个惨重是相对 这个盲路级别而言的惨重 并不是实际的惨重 实际对他来讲 就是纯娱乐 就是纯娱乐 当然这个十二十四十刀的比赛 其实 确实是不多的 就是说你即使换算成 人民币 这个也可以接受 然后你在美国的话 你收入是美金 然后你玩牌也是美金的话 就很好 这个级别就相当亲民了 尤其是打电视转播 就是说你打电视转播的话 真的比这个盲路级别再低的话 就没法玩了 就至少就不够转播钱了 是吧 转播也是需要有人力成本的 肉尼的圈九杂色选择了靠 才是来到了880刀 我们来看翻牌 669 斯西米拿到了两队 胜率高达61% 主动下注600刀 到肉尼的圈九 还有也是两队 但是剃脚的话落后于斯西米 我们来看转牌 转牌一张K 斯西米拿到了大的三轮车 两位选手都空一条街 合牌一张六 那两位选手同时击中了葫芦 但是斯西米是大葫芦 这里去打的话 能要一个不错的价值 斯西米直接打了2000刀 一个满持 我们来看肉尼 肉尼这里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气牌选项 基本上就是 Karl或者是Race了 一旦Race的话 就完全套持了 想一下 选择了Karl 给了斯西米一个非常满的支付 这手牌 斯西米运气也是非常的在线 确实是重牌 其实他这个牌 还挺影响他拿价值的 因为他阻挡了对手 拿到带九的组合 所以说这个牌 如果是我打的话 也会比较纠结 其实你再去打的话 如果对手没有九的话 也很难支付 但是自己拿到一张九以后 确实减少了很多 对手带九的组合 那有的牌手会打的稍微轻一点 比如说打一个三分之一彩池 或者是半池 但是斯西米直接是吹满池 3B位选手拿到了Kings 300到800刀 到斯西米的A勾 400到2000刀 Kings直接退了凹链 那两位选手跑马 这位牌手上来第一次跑马就输给了斯西米 看这一次有没有好运 翻牌599 两位选手没有击中 斯西米看能不能拿到一张A实现反超 能不能拿到A实现反超 转牌一张红心3 斯西米的胜率掉到只有6% 合牌一张K 对手拿到了大葫芦 风水轮流转 这个没办法 那我们恭喜对手 那同时希望斯西米在后面的比赛里面 能够有好的发挥 好的表现 我给他给他 吃不下 看 我给他 我给他